大家好,我是蓝胖 郁金香是一款很漂亮的球根植物 它的颜色丰富,有虫瓣的,单瓣的,也很适合新手 今天就分享一下它的土培方法,水培方法和购买注意事项 首先,郁金香是一款需要低温春化才可以开花的球根植物 在购买的时候,它会分为自然球和五度球 这里的自然球代表没有经过低温春化 适合有低温养护条件的小伙伴 例如,虽然我是北方,但是我是封闭阳台,有暖气养护,所以也不适合 像我这种养护环境和南方没有低温条件的小伙伴就适合五度球 五度球呢,是指已经人工春化好的种球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养护环境去挑选合适的种球 如果你不小心买错了也没关系,把种球放在冰箱的冷藏里,放一个多叶再拿出来种 接下来说一下种植 我们收到种球的时候,第一还是检查它是否有外伤 稍微有一点磕碰和发霉是不要紧的 发霉的地方处理一下就好 如果你发霉的地方很深,很大,那就会影响它开花 然后可以把种球去皮,泡多精灵水 比例是1比1000,泡10分钟就可以 拿出来晾一会儿就可以种植了 如果选择土培,依然建议选择排水性和透气性比较好的营养土和花盆 种植的时候建议密植 种植前可以把种球摆在花盆里 看这个花盆大小合适不合适 选好花盆后就可以种植了 种球建议浅埋,浮涂2厘米就可以 种好后浇透水,可以放在半日照的地方 出芽之后慢慢给它全日照 这期间可以盆土干到一半浇透水 以上就是土培的方法 相比土培,水培的方法要简单的多 但是我个人建议不要水培自然球 第一步依然是检查种球,泡多菌磷晾一会儿 找个装水的容器,把浴巾箱头朝上,排排座坐里头 然后往里边加水,淹到种球的小屁股就行 然后两三天观察一下水危险,水少了就加水 如果你用的那种小石头水比较深,建议一礼拜换一次水 再给大家补充一下,最佳的种植时间应该是当年的11月到来年的1月初 五度球开花的时间大概是种下一个月左右 自然球开花的时间大概是来年的春天三四月份 好了,今天的视频依然是有点长 谢谢大家耐心看完,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